我稍微看看到这边来玩的游客是哪边的人最多 好啊 看看车子 这辆是上海的 这地是 这地是哪里的 这地是绍青的 这辆也是上海的 前面还有两辆 再看一下 苏碧无锡 苏碧无锡 哈喽大家好 我是深信仰秀 那么现在我已经到铜炉了 可以说是安全到达铜炉 刚刚订酒店的时候 没来得及拍 那么现在我暂时给大家看一下 我住的这个酒店 先是看看外面的这个风景 它这个酒店的名字叫什么 曼歌塔 大齐山酒店 是在铜炉这边 这条叫什么路来着 环城南路 这里是属于环城南路 这里的一个酒店 车位还是有挺多的 很多车位都空着 这个底层一楼的这种矮房子 它也是 也是民宿 现在客人我估计都是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就我一个人现在在外面帮你们所谓拍一下 外面的镜头帮你们扫一下 来 看到一辆护牌的车子 也是有上海游客到这里来的 苏碧的 苏碧的是无锡的 这里还有一个味觉音乐厅 这个矮房子住住也不错 这边是一个小孩玩的地方 现在没有人 它这种一楼的就是属于院子一样的 这个房间也挺好看的 阿姨像这种房间多少钱一晚 这种 我不太清楚 我看你在打扫 我在打扫 我是打扫 它是属于有种院子一样的 对吧 庭院似的 四位树肯定要的 会 对吧 因为我住的那个也是四位树 这个感觉 这个我感觉比我住的有可能贵一点 你住的是主楼吗 我住的是三楼的那种 那差不多三楼那种跟这种 我是那个富士的 对富士的跟这种相差不多 相差不多了 哦 这种吗 清净一点 对对对对对 看一下今天住的这个酒店 这个是内部结构 这间房间是没有人的 其实我住的这个房间和这间是差不多的 也是富士的 下面是两张床 这边有一个阳台 这边是卫生间 还有一个小浴缸 它这里都是智能的 小多小多 因为它尽管了 这个房间的价格是一千多 我刚刚没拍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风景倒是挺好的 我住的这边风景 比刚刚那个拍的好 下面还能看到一些村落啊什么的 就是现在天气太热了 这个铁栏杆啊 都是烫的 手摸上去烫得不得了 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小护士 护士上面有一个小房间 那么这个小房间呢 就是空气流通就比较差一点了 上面这个窗也是封闭的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就没法洗澡了啊 这里只能 刷上厕所 洗澡的话是都要在楼下洗的 你们觉得这个房间还可以吧 价格是多少 价格是一千 一千出头啊 大家再看看这个酒店的这个外观 这里进去的话就是前台了啊 这里有个门是进去的 这边是普通高楼的那种民宿啊 这边是矮平房那种民宿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喜欢哪一种呢 还是不可能会喜欢哪种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外观的 这边是因为混合的